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橫河 歡迎大家來到橫河觀點頻道 今天是7月1號星期四 中國大陸其實這是昨天發生的事情因為昨天中共進行了一個 百年的這個建黨 活動 那麽 這一系列的活動本來沒有什麽特別值得談的 但是因為習近平有個講話這講話當中 反映了一些問題我覺得還是可以去談一談的 最後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會說一下這個亞利桑那 一個關於這個選舉的一個案子最高法院今天判下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這個 中共的慶祝活動的所謂 那個7月1號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個活動 那麽習近平和一些中共的 領導人還有這個元老 在天安門廣場上面 習近平做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演講 那這顯然是跟毛澤東比風頭 因為這個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城樓 它有一個特定的含義 那以前就是毛澤東 在那個上面為主因為他有幾個一個是中共建政的時候 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的 後來文革的時候又在天安門廣場多次接見紅衛兵 這是有意義的 當然也有人去 觀察到了就是說 這個前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朱鎔基都沒有參加 對於這個沒有參加我倒不會覺得有什麽特別的意義在這裡 因為 從這個年齡來說的話可能也不允許他們參加 身體狀況 如果參加了的話呢 與其這樣丟人現眼 那還不如不出來的好 所以我 沒有去過分的解讀這件事情 關鍵問題是在這個天安門因為天安門是中共 政權的象徵 它不是黨權的象徵 所以說在這之前 這個天安門是專門給中共建政你看都是10月1號的時候 舉行大規模活動 是 為這個準備的 而中共這個 建黨的這個活動絕大部分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 你如果回去查一下 80周年90周年都是在人民大會堂 它不在天安門廣場所以這次呢 在我的印象當中是第一次 中共與黨的這個活動 來佔領天安門城樓的天安門廣場的 這個是非常罕見的所以 應該說這是 可能是刻意安排的就是習近平跟毛澤東爭鋒頭 中間的 一例排除 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 都不算數了 是有這個意思在裡頭 那麽另外就是 國外現在也比較流行的 就是 流傳比較廣的一張照片就是中共有中間一面黨旗人周圍人 都穿著紅衣服 就造成了一種 一片紅 其實這一片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現在是 越來越厲害特別這次健身活動 這個中共建黨活動 各地 不管是舉行這個正規的活動還是什麽文藝演出 它都是以這個大片的紅色做底色 包括在海外一些親共團體如果現在舉行的活動也是大片紅色 我相信這不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都是 統一風發的 什麽紅衣服、紅旗啊那是中共 領事館花了錢讓這個 親共社團買了以後 讓親共社團拿去然後分發下去的 不會有哪個人大家想好了一起去做這件衣服花自己的錢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這個其實比文革的時候更嚴重 有的說 是想起了文革時期其實文革時期一片紅沒有這麽嚴重 文革時期 最基本的顏色不是紅色是綠色 因為軍裝那時候大家都穿軍裝 包括紅衛兵在那裡都穿軍裝 所以紅色只是點綴比如說 繡標啊 冒灰都不能戴的冒灰那是軍隊才能戴的 一般紅衛兵不能戴冒灰 所以說 這個紅啊我覺得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為其實在九評共產黨裡面也講了中共實際上是一個邪靈 那麽作為一個邪靈的話 它實際上在這個空間 在這個世界上它需要一種支撐的力量 那麽在這之前其實中共並不需要這麽多的支撐的力量 因為它出於上升期或者是在一個 穩定期 那麽它其實是有 各種方面的這個 不好的東西在支持它的 但現在支持它的東西越來越少了所以它 最終 它需要用紅色來支持它 這就是一種 紅色邪靈 所以說它不僅僅是一種象徵 它是實際物質上的東西如果僅僅是一個象徵的話 你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麽中共在 越來越多的這個活動當中 隨著世界對它越來越敵對 越來越看清它的本質的時候它越來越需要 來自其他方面的支持 就是說 在人間的這種原來支持它的包括西方的綏靖主義呀 這種方面越來越少的情況下 它真的就需要什麽東西來支持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它尋求最多的 是那種紅色 所以說它不僅是一種象徵 它實際上是有實際意義的 不過這次仍然是時運不佳 習近平講話當中突然之間下起了雨這個雨下的還不小 有不少這個現場的錄像大家可以看到 那麽這個其實中國人是講個運氣的 這種是一個不好的運氣對中共來說並不好 中共其實是很相信這一套的 你就要看它以前搞什麽奧運會它還搞一個什麽 什麽 奧運籃那什麽之類的它要把那個周圍的工廠都弄掉把天氣要弄好了 它很講究的 在這之前前兩天 還有這個北京還出現了這個極端 氣候包括 有人在網上曬照片 是那種 像這個 冠狀病毒那個有角有刺的那種冰雹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很不好的象徵雖然不能核對那個究竟落在什麽地方應該是北京郊區什麽地方 因此這都是一些按照我們中國人講起來的話都是一些意象 就對於中共所謂百年 慶是一個不好的象徵 我們現在簡單的看一下這個習近平講話當中 我不會去評他這個講話因為說句老實話要把這麽長的講話從頭看到尾 這實際上是一種折磨 沒有多少人能看完 所以我只能選其中的一些就是看別人已經提到了然後我去核對一下原文是不是這麽說的 如果是的話我就 覺得有意思的我就稍微評一下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話 就講 中國人民 我讀一下中國人民從來沒有欺負壓迫奴役 過其他國家人民過去沒有現在沒有 將來也不會有 同時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 誰妄想這樣幹 必將在14 以 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鑄成的鋼鐵長車面前 碰得頭破血流 西方人很重視的是這個頭破血流 所以很多這個西方媒體把它翻譯成英文以後到處說這句話 其實重要的並不在頭破血流上 它這裡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 中國共產黨只欺負中國人 不會欺負外國人的 這句話大家看有沒有這個意思 當然這只是一個部分事實 就是說 它的 完全是事實那部分就是只欺負中國人 只欺負自己國家的人這是絕對事實的 你想看 中共建政百年 殺的 都是中國人很少有外國人 中共建政前 最有名的就是方志明 方志明綁架了這個 外國傳教士然後就撕票 那這件事情後來被國民政府通緝 最後抓住了促使 促使不是因為他是 什麽所謂北上抗日先遣隊是因為他 綁架了外國人撕票了 那麽你在 但是這個畢竟是比較少的一個事情 就是真的殺外國人很少 你比較一下同樣是 中共的紅軍 在江西的時候殺AB團一殺就是十幾萬 那這個相比起來就差很多了所以還是以殺自己人為主 到了抗戰的時候那大家都知道了 他不打日本人 就是 光和 國民政府較勁 包括在這個 新式軍 新式軍後來為什麽被取締就是因為他專殺 專打 這個抗日的國民這個 中華民國的軍隊 那麽他一共消滅了中共這個抗戰期間消滅了多少日本人呢 那麽有兩個 比較極端的數據一個極端的數據沒有得到證實說是據說是從 日本禁國神社得到的 說是消滅日軍851人 據說有名有姓但是一直沒有得到核實這個數字 另外一個比較多的是澎湃網 澎湃網引用了一個文章叫做從若干材料看我軍 在抗戰中的主力軍作用這個是誰寫的呢是張廷貴寫的 他這裡面數字就特別大了他就說 在 抗戰期間日軍在 中國大陸被消滅的130萬人當中 其中被中共軍隊消滅的達52萬人 然後有 有60多萬是 國軍消滅的 消滅的 這個100%是鬼話 絕對不可能有52萬人他根本就沒打過仗他打的最多的一仗就是百團大戰 那算是 最被吹噓的當初是 這個毛澤東批評的說批評黃德懷 暴露過早暴露了我軍的實力 所以說在百團大戰之前他沒有打過一仗 就是偷偷摸摸的發展自己的軍隊所以就過早暴露嘛 百團大戰幹什麽呢 百團大戰 打的就是半夜三更出來把這個電線桿子鋸了把火車 鐵軌給撬了 就幹這個事情他不是打仗 他就是搞破壞 就幹這種事情 所以說也許就是851個人可能是少了一點 當然52萬人是太多了 大概我估計是在 千人這個級 幾千人左右 肯定不會上萬 就整個抗戰爭期間 新式軍 八路軍 打的日本人 消滅的日本人加起來 最多就是幾千人 所以有一句話 內行人都知道一句話 中共是 內戰內行 外戰外行 他打外行人不行的 那麽 說他欺負不欺負外國人這是另外一回事 欺負外國人其實部分是事實 他說 從來不欺負外國 這個是講講的 他也欺負 有從來不欺負的 對誰從來不欺負呢 俄國人 以前蘇聯人 他從來不敢欺負 不敢欺負倒不見得是實力問題 很可能有很多中共 早期的領導人都在蘇聯學習過 他很多把柄抓在 這個蘇聯手裡 現在在俄國人手裡 包括當時 中國共產黨建立就是俄國共產黨的一個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嘛 所以他對俄國是矮三分的 但對其他比較講理的西方國家呢 他就 他就真的敢欺負 而且狠狠的欺負 你像加拿大 加拿大你看 他按照法律 在美國的要求下扣留了孟晚舟 好 他馬上就抓幾個加拿大人 真的就判給你看看 就判刑判給你看 就不讓你去看 就不讓你領事去見他 用各種方式來羞辱加拿大 對澳洲的話你看 澳洲講要去查這個 病毒起源 他馬上就來一套 什麽貿易制裁 又什麽龍蝦呀 又什麽葡萄酒啊 就想著法 想著法子就治這個 澳洲人 但是你看還有別的國家 又是他不敢欺負的 比如非洲國家 非洲國家把留學生要請到中國去 然後每人每年幾十萬人民幣的生活費 還要加上這個中國女學生女大學生伺候 這個是真的是不敢欺負的 所以說他的欺負 和不欺負也是 看這個等級的 看不同的人的 那麽這是第一層意思 第二層意思這句話裡面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一句話 就是 就講到這個用140多億中國人民這個 血肉鑄成的鋼鐵長城 這個意思實際上是威脅全世界 就是你們不要惹我 不要惹中共 惹了中共以後 我會拿中國人民來做人肉盾牌 他所謂血肉人民血肉鑄成的鋼鐵長城就這個意思實際上是鋼鐵長城是假的 因為血肉鑄成的就是血肉長城吧 怎麽可能鑄得起鋼鐵長城來 這個用法實際上是抗戰 抗戰的時候我們知道是 義勇軍進行區裡面 那個時候 中國軍隊軍力比不上日本 這個軍事工業也很弱 所以這是一個象徵 就是中國人民有勇氣 不惜做出了犧牲 也要抗擊日本侵略 現在全世界誰來侵略你 沒有人侵略你 你為什麽還要拿中國人民的血肉呢 你已經是世界上 中共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 而且軍事力量在整個亞洲地區 是號稱是排名第一的 就從數量上來說比日本還多 你已經有了這麽強大的軍力了 你還要人民的血肉來為你鑄長城 做盾牌 這個就是 非常無恥的一種說法 其實這個是中共的傳統 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 他拿人民做盾牌 從來都是如此 這個 文革後期有過幾個片子 電影片子 地道站 地雷站 南徵北站 你就看電影要看老三站嘛 這老三站你想想看 都是拿人民做盾牌的 他不是正規軍跟別人打 所以中共抗戰的時候實際上就是用人民 來做盾牌 那個狼牙山武裝士實際上就是 為什麽不能否定狼牙山武裝士呢 就是因為抗戰的時候 中共能夠找出來的英雄 就這一個 就是狼牙山武裝士 其他的抗戰沒有英雄就是因為他沒打過仗 所以他沒有英雄 那麽 這個奴役 至於說這個外國人 說外國人 中國人不答應外國人來奴役中國 其實外國人即使在列強瓜分中國的時期 他也沒有奴役過中國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 滿清義和團運動的時候 那個前後 就有一個說法了 叫什麽 叫百姓怕官 官怕洋人 也就是說百姓是不怕洋人的 當然後面還有一句 洋人怕百姓 百姓是不怕洋人的 你知道 只有官才怕洋人 所以說 在那個時候就這樣 現在就更是如此了 所以列強他沒有奴役中國人的 中國老百姓的這個 這種劣跡是沒有的 真正奴役中國老百姓的只有中共 到現在為止 誰能找出任何一個外國人奴役中國人 達到中共奴役中國人這種程度的 沒有一個 所以人家說什麽種族歧視什麽 說中國人到了西方以後受種族歧視 你們哪一個中國人 在西方所受的歧視 你自己想想 你比起你在中國的時候所受的 有組織有系統的這種歧視 你比一比看 哪個是真正的歧視 只有在中國戶口 不要說別的 農村讀書上來的 你讀到外國以後 你在外國 在任何一個大學裡面 任何一個研究機構裡面 只有你自己有能力都能冒出來 你在中國冒得出來嗎 鬧不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 這個差別很大的 所以當時這個 所謂1949年之前的時候 上海的租界是最發達的 其實它不僅是讓外國人可以去發財 中國人也可以去發財 因為它對大家都公平 每個人都有機會 就跟現在到其他西方國家一樣 它每個人都有機會的 而為什麽 有哪一個 有哪一個在這個上海的人不想到租界去工作的 就是 香港現在也是一個例子嘛 中共來了 就在 英國人統治之下 中國大陸這麽多難民跑到 香港去 組成了香港居民的大多數 好 現在中共把香港 國安法一實施 香港的自由 法治全都沒了 現在大家都逃了 開始 大批向外移民 逃什麽 逃共產黨的洪水猛獸 就逃這個 這就和當年1949年之前 10月份之前就是 這個共產黨還沒有進上海的時候 大批的人外逃 從上海逃出去是一樣的道理 而且大家想一想看 在中國大陸 真正勞工條件最好的 是外企 其次是核資企業 最糟的 實際上是國內的企業 沒有外國人來奴役的 我跟你說 那麽這些話很有意思 他就說給誰聽呢 當然他既說給國內聽 也說給國外聽 國內當然他是藉這個機會來鞏固中共 和習近平本人的地位和他們 這個黨的執政的合法性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國際上他講給誰聽 這個可不僅僅是講給國內聽的 因為這個場合 所有的人 全世界人都在關注習近平講什麽 都在關注中共在講什麽 人家第一時間人們就把這些 一些要點翻成英文就放出去了 國內的 國外的這些主流媒體和 美國 至少美國的很多 網絡上的那些 比較活躍的人都在盯著這件事情 都在盯著這個 所以國外不可能不注意 所以不僅僅是為國內的 那麽 他是不是警告西方呢 我覺得這也算不上警告 因為警告的話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 你要有這件事情我可以警告你 你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西方人誰也不想來 侵略你 奴役你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也不會有人自動認領 不像中共 你一說什麽 他就自動認領了 你哪怕不點名他也可以跳腳 那西方不一樣 你只要不點名人家沒辦法當回事 因為自己沒有這個想法 就不會當回事 那麽我覺得它是很大一部分是講給西方的政客 和西方的 擁抱熊貓派 就那些親共的那些人 講給他們聽的 讓他們有一個理由 來轉達 用各種方式轉達中共的威脅 來企圖推進他們 以現在已經沒有了的 很少了的綏靖主義的 這種議程 這是給他們來 利用的 那麽還有一句話 還說了一個 說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 任何權勢團體 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 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從中國人民分割開來 對立起來的企圖 都是 絕不會得逞的 然後說9000多萬中共黨員不答應 14多億中國人民也不答應 這個很有意思 我覺得這句話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 中共確實不代表任何 別的集團的利益 不代表任何別人的利益 因為中共自己就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所以說它有一半是錯的 一半是對的 中共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因為中共的整個機制從黨到政府 沒有任何這個機制 是 可以跟人民分享權益的 就是人民沒有一個機制可以 讓共產黨分一點 它所攝取的利益 沒有這個機制所以當然就不可能實施 那麽共產黨有什麽呢 共產黨擁有中國全部的生產資料 這就是它的 利益 所以說你像土地 礦山 銀行 金融 國營企業 全都是它的 所以它就有這麽多利益 它自己就是利益集團 那麽從這裡也可以看到 它非常害怕 別人把它 把它和這個 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這個 分開 對立了 所以說蓬佩奧在 在這麽多年西方國家唯一一個 政權就是政府 就是蓬佩奧當國務卿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的政策 把中共和中國 中共和中國人民 分得非常清楚 而且它這時候特別強調這一點 就說明蓬佩奧當時的政策 是打到了中共的要害了 中共怕什麽 那個就是它的要害 需要在這個場合聲勢力竭的把它喊出來 充分說明中共現在沒有自信 因為真的有自信 它不要說中國人民不答應 它就說它自己不答應就可以了 沒有必要把14億中國人民拉進去 要把14億中國人民拉進去的話 就是它沒有自信的表現 那麽它還有一句話說解決台灣問題 關於台灣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中國共產黨 視之不渝的歷史任務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 你就要看這個用詞 它根本就一開始就沒有說是和平統一 這個所謂和平統一這是一個 比較中性的詞 但它用的是解決台灣問題 什麽叫解決 解決不是對等的 解決 不是和平的 解決 是 不是統一 而是吃掉對方 所以不是平等的統一 就是中共要把 台灣吃掉 雖然從來都是這樣 但是 這次是明確的這麽說出來了 他說是有個歷史任務 是哪個個人哪個組織或者哪一個團體 授權給你的 給你分配的任務 沒有 所謂任務的話就是有人分配給他 他這句話連主語都不敢說 是為什麽 他找不到一個主語 他找不到任何一個人授權給他 解決台灣問題 就是他自己 對中國人來說 台灣跟你有什麽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萬一台灣如果說台灣被中共吞併了的話 中國老百姓還是交不起醫藥費 還是買不起房子 還是養不起二胎 你連自己生幾個孩子都決定不了 到現在為止還決定不了 去抄那個心幹什麽 所以我不相信真的有很多人 聽了他的話以後被煽動起來是有 但是 真正從自己內心想那件事情跟他有好大關係 我覺得是不大會有的事情 那麽其中呢 其實這裡頭還有一個小笑話 就是這個 一死棄子 現在變成了一個 比較正常的詞彙了 因為 已經用了兩次了 但是新華社顯然不買帳 他發表的時候那就 改成正規的了 就是 一死 一死棄死了 那麽 這個詞讀錯了呢 不難理解 因為人總有犯錯的時候 不在這個地方犯錯 就會在那個地方犯錯 這個不奇怪 但是呢 錯了一次以後 這個是在我記得2018年的時候用錯了一次 而且在同樣的場合用同樣的 在同樣條件下什麽 教師爺爺什麽之類的 錯過一次以後呢 他有兩條路 一個就下次不用避免犯錯 還有一個就是 盡量的改了不說錯 但是這次是繼續用錯 我就想不通 就是寫稿的人難道 不能想辦法避免用這個詞嗎 就是明明知道讀不出來 為什麽非得把這個寫上去 這就很奇怪 現在我換個角度來看這個歷史 原來在 中國的這個字有很多變遷 怎麽用怎麽用 怎麽發音 有很多變化 我現在有個另外的角度理解 可能就是在某種場合下 某個著名的人物念錯了字以後 就將錯就錯了 以後就這麽念下去了 古代的發音和現在的發音有很多不一樣 而且有的是 完全不相干的 那麽怎麽會變化的 現在 查證不到 我換個角度去看看會不會是這種方式 改變了的 就是有的是望文生意 就認為這樣念了 然後大家 錯了就習慣成自然了 那麽 兩次用錯 其實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這個詞兩次都被用錯呢 你往好的地方想 是改不過來 你要往壞的方向想呢 實際上就是指鹿為馬 我就要這麽說 你怎麽樣 你拿我怎麽辦 然後就逼迫大家接受這種錯誤的說法 最後就把它變成正確的說法 其實中共在文字上面 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 那我今天就不講了 中共的文字改革這方面其實是 對中國 傳統文化 中國文明 犯下了大罪的 那我們不管它 簡單講一下這個最高法院一個裁決 美國最高法院今天有一個裁決是6比3 是完全按照 他們的政治傾向 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來站邊的6比3 就是 亞利桑那在選舉 現在新訂了一個選舉制度 其中有兩條限制性條款 有很大爭議 所以別人就把它告到了 告到了這個法院 那麽第一級的聯邦法院就判決亞利桑那這個選舉法 選舉的條款 是 有種族歧視的嫌疑 有種族歧視 那麽 這個 最高法院裁決就說這兩條決定 這兩條規定都 不影響 都沒有種族歧視的問題 不是種族歧視 所以 是阿里托大法官寫的裁定意見 這兩項 選舉的具體措施是什麽呢 一個就是 在錯誤的選區投下的選票作廢 你不在這個選區的 你到這個選區投票了 那就作廢了 還有一個就是 不允許第三方 去提前收集或者是郵寄選票 這個早期的選票或者是郵寄的選票 就是由一個第三方的人去收集 收集了以後 交到投票站 這個是不允許的 當然家人或者是他的看護人員 那是可以的 那麽 這個實際上真的是不牽涉到總族歧視 實際上大選的問題分成兩部分 我們知道 一部分是 審計 審計就是找到原來的問題 就不能讓他混過去 這就是以亞利桑那為先導的 亞利桑那進行審計 目前機票已經完成了 但是審計還沒有結束 大概在幾週之內會公布 這是一個 這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那麽很多租歐的立法者到亞利桑那州去參觀 去取經 有的已經開始學習 我覺得這個喬治亞州已經要開始了 其他幾個州也在跟進 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亡羊補牢 所謂亡羊補牢的話就是 和那個已經過去的選舉就沒有關係了 是和 將來的選舉有關 所以主要在法律條文上 加一些新的條文或者是新的規定 如果沒有法律的話是立法 就堵住原來的漏洞 使得下一次選舉能夠公平 就確保以後的選舉能夠公平 能夠透明 那麽亞利桑那這個官司就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我以前講過 就是有的朋友曾經給我留言說是你對這樣的 法律還有 報希望 其實不是這樣的 就是當時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在於 就是各種勢力 全部都動員起來 對付川普一個人 當川普不是主要對手的時候 不是主要目標的時候 在其他事情上 其實還是有可能 有一定程度的正常運作的 你比如說現在對於 疫情的這個溯源的問題 在美國就多少有一點走向正常了 就當初實際上很多是針對著川普去的 川普說什麽大家就跟他反著來 現在倒反而是有點走向正常了 最高法院其實我原來也說過 可能在川普問題之外 川普的大選問題之外的事情 有可能做出 保守派 自由派 按照他們以前的政治觀點 政治立場 所做的裁決 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是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真相 就是說 這一類的事情 將來會對其他的州在立法上面 補漏 能夠起到一定的這個促進作用 能夠起到一定的公務作用 當然我們這個還要繼續在觀察 不管怎麽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裁決 就是美國很多保守派人士也認為這個裁決是 比較好的 值得讚賞的 好 那我想今天就跟大家討論到這裡 前兩個節目大家 很多留言 我也沒有時間一一回 我都看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和 就是補充了很多內容 我也學了不少東西 好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節目對你有好處 對你有幫助的話 那請訂閱點讚和轉發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